Odia Jungle Odia Jungle 土耳其军队在叙利亚北部的军事行动,获得了俄罗斯和伊朗的默许。 叙利亚军队虽然对此十分不满,但其实力弱小,无力与土军对抗,更别提获得自己最大盟友俄罗斯和伊朗的支持了。 相对来说,对土耳其军队威胁最大的是国际联军,尤其是美军。 近日,土耳其国防部正式向待叙利亚美军发出最后通牒,要求助叙利亚美军必须在三个月内撤离慢笔记。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召开紧急会议,并发布书面声明,恐怖分子必须全部被消灭,如果美军非要从中阻挠,或者先行对其开火,土耳其将会视其为恐怖分子,直接使用致命武器,甚至会对慢笔记进行地毯式轰炸,村草不留。 土耳其方面称,人民保卫力量,YPGA库尔德工人党PKK的附庸,后者被多个国家认定为恐怖组织,因此,库尔德武装组成的人民保卫力量,也属于恐怖组织。 不过,美国等西方国家则认为,人民保卫力量属于独立组织,是抵抗伊斯兰国武装的支柱。 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宣布美军将离开叙利亚,将其交给其他人。 这个其他人指的很可能是法国,但在慢笔记,这里驻扎有美军、英军和刚到来的法军。 最新消息,美军还携带装甲车和建筑设备,增援到了慢笔记。 同样,国际联军也表示,会阻止土耳其军队对慢笔记的进攻。 土耳其军队及其附庸叙利亚自由军,已经完成了对慢笔记进攻的季节和作战计划,但因为美国方面的拒绝,而没有发起进攻,土耳其军队在慢笔记的进展陷入停滞。 目前,土耳其军队除了增援正被续军和俄军轰炸的吉斯尔舒胡尔之外,还在伊德利布和阿勒坡不断向前渗透,建立观察上。